國營事業現在又爆出了 勞資糾紛了 這是委外勞工 他們為了爭取特休 疑似遭到廠方 還有包商的聯手打壓 這次日前呢 由台灣勞動派遣產業工會 還有任職於中油桃園煉油廠的員工 在立法院對外召開了記者會 他們呼籲政府應該要正視 委外勞工的權益 因為我們契約結束 就把我們調到台南 台南做這個清潔的工作 我好像沒割過草 我沒做過這個工作 基本上也不太可能會去做這個工作 基本上因為開車也開了蠻久的 資歷我也蠻深的 大概從二十幾歲就開始開車了 古校面對眼前的窘況 在中油服務七年了 原本是公務車的駕駛 誰知道第五任的廠商 是一間清潔公司 既然被要求去割草 想想真悲哀 但另外服務二十一年的徐先生 也沒好到哪裡去 我歷任了16個廠商 那這些廠商的老闆 我從來沒有見過面 二十年來從不曾發生過 那我也不懂 第二十一年為什麼會有 這種如此的一個手段 不只裡面對我產生一種不公 即我付出的這些服務的年資也沒了 頭上仍舊是戴著平常習慣的工作帽 兩個中油資深員工 就因為爭取合法的特修權益 卻遭到中油以及外包廠商打壓 去年底才向執政黨立委陳勤 並且還對外召開了協調會 但沒想到後續卻是漫長的噩夢開始 因為這些廠商 他們都是一年一標兩年一標 所以他們勞工其實待久了也知道 就是說如果我今天敢跟你爭取 下一個廠商得標 不管是現在這家公司或者是新公司 我很可能就得不到工作 所以即便他們的勞動條件很差 甚至到違法的程度 絕大多數也不敢爭取 有的勞工會選擇人一時風平浪靜 但有一些挺身而出討權益 卻被清算的大有人在 台灣勞動派遣產業工會表示 政府跟廠商的勞務採購契約裡 一律定有特修年資併計條款 也就是說廠商必須要從派駐勞工 最初派發政府單位服務的第一天起 追溯年資 藉此來計算特修日數 但中油長時間沒有落實 還遭到監察院的糾正 但唯獨桃園煉油廠依然顧我 你無法想像中油一家石油公司 不需要有人來運油 這麼核心的業務 怎麼會用外包處理 甚至這些外包公司 他們連身材工具 車子都不用準備 連車子都是中油的 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最根本一定就是中油 這樣的國營事業 應該要直接雇佣 直接勞工 派遣產業工會質疑 外包公司只是空頭掛名 讓中油能夠規避掉雇主責任 同時也指稱中油紙編三天特休假預算 點出了國營事業 委外勞工休假權益的缺失 呼籲中油應該正式聘用 別貼上了假承懶 真打壓的標籤 並且預計在8月2日 將前往中油來靜坐表達訴求 廠商假承懶 中油真固主 立即轉正 直接勞用 人經文是張宇辰 鄭仁宗 台北三毛報導